第三章是讲生物科学与医学 我们的最后一节讲的是 生殖辅助医学 其实这个领域蓬勃发展了 因为现在工业化 现代化 很多人都有一些状况 所以生殖上出状况 就可以透过医学来辅助 那这个是个市场 那我们就往下介绍吧 先来自于引入生活 一讲到人工医学 最常听到的例子就是四管婴儿 你们知道四管婴儿的意思 不是婴儿在四管中长大 是指我把爸爸跟妈妈的配子 在体外的培养米受完经 受经完变成胚胎之后 在植入妈妈的子宫 好那在1978年7月25号 人类的第一个四管婴儿出生 他的名字叫路易斯布朗 他是一个女生 知道吗 在哪里呢 这一个 请各位不要看错 这就是路易斯布朗 不是那个小婴儿 女生 而且请注意到 1978年 当时的照相技术 是用底片的 你看这张照片不觉得 很鲜艳吗 很那个 他是数位相近一派 就是最近的事情 好 为什么要提到这张照片呢 因为旁边这个男生 是谁 他就是爱德华 那当年帮他 做四管婴儿的两位医师 就是这个 斯特托普跟爱德华 共同得到了那个 2010年诺贝尔社会学奖 因为他们在人工医学上面的贡献 所以这两位医生 得诺贝尔奖 他们发展并且实施所谓的 四管婴儿 就这样 然后呢 这个是布里斯布朗 他是1978年出生 你看旁边他抱的小婴儿是谁 他儿子 他生他儿子 是自然生产的 就这样 所以这张照片就 他的医生生了这个女生 这个女生的旁边 是他自然生产的小孩 所以就变成一个新闻的照片 好吧 那当然我们开发出 所谓的人工辅助医学 有帮助了很多病患 然后让他们生了小孩了 可是他其实还是引发了很多 伦理上的争议 那这些争议我们等一下就会慢慢提到 好 我们就以这个 路易斯布朗当作例子 先引入 好 好